真解约 吴祖 这个吴祖是日本人 尊称善乐大使 吴祖言不可思议四十八愿 又云无碍事愿 无碍事愿就是无障碍的事愿 世人已为此四十八愿者 愿愿各头与利与世相并而 日本的高僧大德都是当初追随善乐大使 来学习净土宗 所以日本人他们很多说法 其实都是当初善乐大使所讲的 那么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大愿 愿愿各头愿愿各别 就好像是利子跟侍子 你看这两种 食物放在一块 大家看 很明显不同吧 对不对 皆是格力不容之鉴而已 格力就是彼此相隔 次地不合 不能够融会 那么这是善乐大师对于前面一种说法的批评 说明很多人不能够融会贯通 他们以为愿愿都是独立的 其实我们前面学习过 四十八愿每一个愿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 并且善乐大师还特别给我们指出 四十八愿里面有五种最真实的五愿 那这个五愿是怎么成就的呢 是其他大愿共同成就的 成就的西方几多世界一正庄严 而这个里面以定成正觉为第一 所以大愿之后啊 接着就有这一品了 必成正觉 愿愿都是必成正觉 愿愿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诸佛称赞 最后十年毕生 这都叫做超诗 下面 今不然 欲如一匹俗锦 巧之成花果之叶 似根茎之叶有别 而所知成 但匹锦儿 这是用古物大德的比喻啊 来做一个说明 鼠锦 鼠就是四川 锦呢 是说丝绸 就好像这个用丝绸啊 用这个原材料 枝呢 一块布出来 上面有呢 根茎之杆 花果等等 不同 看起来好像不相同 其实它们都在那里呢 都在一起 都在这个图画当中 精益如实 把这个鼠锦呢 来比喻 四十八愿 虽数有四十八 而但是依正觉 善巧所庄严 故愿 无碍事愿 四十八愿成就极乐时期 四十八愿就像一匹仇端 所织出来这些花纹 上面我们看到 树木花草 有人物 有鸟兽等等 非常的壮观 下面还讲 不可思议四十八愿 四十八 一愿皆具 不可思议得固 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 每一个大愿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信德所成就 诸愿相入 而无所革 明无碍 这个无碍的意思就是 愿愿相入 也就是说 一个愿就是其他四十七愿 四十七愿呢 就是这一个愿 那这一愿是什么呢 定成正觉 决定成佛 由上可见四十八愿 互荣互入 一皆是超市之愿 这样子解释啊 才是真正的圆满 才是最为恰当 而不是说 四十八愿里面 只有几个少数的愿 才超市间 其实怎么样呢 每一个愿都是超市间的 有三岛大师 与法师站中云 这个法师站呢 是导工大师 每天做的功课 这个功课里面呢 有赞叹佛 其中就有说到 红士多门四十八 辩标念佛 最为亲 是为一之愿 西未念佛也 真的 您如果把四十八愿的全都研究透了 搞清楚了 才知道什么 原来每一个大愿都是为了什么呢 成就念佛三昧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修学 要牢牢抓住 尽忠 总纲领 总原则 绝对不能够忘记 也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整部无量收经记不住 没关系 您只要把这三句话记住就好了 很好记嘛 是不是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十二个字 不难 记住之后 更重要的要把它做到 要把它落实 所以佛法 它是重视了实行 我们 有善知识的指导 有善知识的帮助 提供给我们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 这是我们要好好珍惜的 就像我们现前这个小道场 虽然规模不大 也不是很壮观 但是怎么样 实用啊 大家说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个讲堂够用了 佛堂够用了 好好地念佛 求是希罗净土 我们用这个来报答一些佛博上 一些众生的恩等 谢谢大家